其實今天一早 我在開會的時候 領導最難過的消息 就是我們小弟弟 離開了人世 在我們 半夜的時候走路 我非常的難過 不捨 跟愛痛 雖然 我們盡了全力 雙兒醫院 台大醫院 所有的小兒重症科的專家 在第一個時間 跟事務團隊 跟衛生局的夥伴 極力的搶救 小弟弟的生命 過程當中 再怎麼盡力 沒有挽回小弟弟的生命 我們深感自責 我們希望小弟弟能夠平安 這是我們最大的信念 從第一個時間 我們不斷的關懷 市長 也跟 家長 也有視訊 也希望能夠全力地 反救 這條小生命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也知道 小弟弟的爸媽媽 他們的心情 非常的哀痛 完全可以體會 完全可以了解 我們都示范人家的爸爸跟媽媽 所以為了這個事情 中央的 傳染病的防治相關的規範 在這麼多的限制底下 我們 要快速地調整 所以中央 也在明天 要召開 整個 兒科專家的會議 針對 兒小兒的 就醫指引 要重新地做好 疑病的方向 面對疫情甚至萬變 中央跟地方要隨時地 做好疑病的措施 所以 希望明天 借這個事件 能夠 找出一個更好有效的 傳染病防治法 限制了解決的方式 面對未來 孩子們的爸爸媽媽 還有他家人 在醫院 救治 我們事 我們事務 會升級 一定會持續關懷 他們家人 在醫院的狀況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 能夠不斷的 能夠不斷地用官法 也讓我們 記得這個事件 我們的 傳染病防治法 真的有些相關的規定 該調整 這也是我剛剛在講的一段 很多的 居家隔離 居家照顧 我們要想辦法 快速調整 才能夠減少 明天